我們回到科學生的第二節 有一個人物我們覺得非常重要 地理的科學家叫Schrodinger 他除了這個設定學的貓 這個實際上有什麼事情呢? Schrodinger這個人物我們以往講開很多時候 跟梁子麗婆有關 但是在剛剛這個星期有一宗 其實是跟數學 甚至是視覺設計比較有關的科學新聞 竟然跟Schrodinger有關 其實我為什麼會知道這個新聞呢? 其實是來自一位以前我在香港大學做事的時候 一位數學系的前輩去share出來 接著其實我看的那段新聞是一頭冒水的 但是我感覺到這件事情是一個挺大的發現 我盡量嘗試去解釋給大家聽 那Schrodinger本身呢 其實以我自己知道他是一個物理學家 但是其實你如果看回他生平的著作呢 他是一個很薄學的人物 他在那個文學根底一點都不差的 另外就是我們在其他節目的時候都有提過就是說 或者以前我在中文大學教書的時候 就有看過一些著作呢 不是跟梁子麗婆有關的 就是跟人的思維 就是那個人究竟生命是什麼 人的思維是什麼 跟這些問題是有關的 那他就很用他的那個很穩妥的數學 和物理的邏輯思維去嘗試去了解 這個生命世界和思維世界 所以他是一個很願意跨科 是一個很薄學的人來的 而且很強調那種數學的能力 怎樣去幫我們去了解這個世界萬物 其中一種呢 原來我自己都剛剛看完這個新聞才知道 原來這個Schollinger 他曾經發表過很多論文 去嘗試理解我們人的眼睛 對於顏色的感知 是怎樣的一回事 就是說他想解決一個問題就是說 究竟我們眼睛看到的那種視覺感受 有什麼很好的數學模型去描述的呢 就是譬如說我覺得這個顏色變了多少 OK 大家就是我打個這樣的比喻 有隻紅色混了一點點綠色 OK 譬如你覺得它變了多不多 當然你混得越多其他顏色 它的顏色就變化越多 但是原來人的眼睛很有趣的 它不是對於每一隻顏色的變化都這麼公平的 紅色變了一點點可能你會好覺 英文說 紅色變了一點點你未必好覺 黃色變了一點點你會好覺 藍色變了一點點你未必好覺 可能綠色變了一點點你會好覺 這個就是我自己都忘記了誰打誰了 但是呢 其實大家試一會知道的 有一些顏色你發覺變了一點點你會好覺的 就算它可能混的份量不多 混的污染物的份量不多 但是你就會好覺的 那就是說這個我們人眼的主觀的感受 我們有沒有一個很好的數據 一些數據去統計我們人眼 就是怎樣去瞭解外來顏色的變化呢 那原來這個就是Shortinger他很想了解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現實的世界裏面 我們就 這個要講一下小弟一個人生的奇幻的經歷 我以前做過一份暑期工是專門去溝飾的 原來在那個工業界甚至是在設計界那裏 其實那個溝飾的問題是挺有用的 講得很簡單一點 你那個無論你有一個包裝 一個鐵盒或者一個紙盒都好 我就很記得當年我有份要幫忙溝的那個 是Barbie的那隻粉紅色 嘩 難啊 這隻搞了 Barbie的粉紅色呢 你如果正正式式在美國訂顏料回來 別人有個專利有個配方當然是貴了 但是顏色這些東西你自己可以溝出來的 所以香港的工業家我覺得很有頭腦 就是想到我們做一個很簡單的實驗室 請幾個人回來幫我們溝這個顏色 出貨幫人印 之後溝出來的顏色美國那邊又沒有問題 他們那個人都看都沒有分別 你就要出了 是不是 是一個比較便宜的地方生產 其實很多時候 但是我以前參與的時候那個工序 就是去看這些顏色 然後就是你真的眼睛要顏色都很分別 這個粉紅太藍了 你要溝回黃色去拉回去 但是你溝回黃色之後呢 它就髒了的 你要溝回多些光油 以及溝回白色來拉回整它 這樣就是這樣的 就是那個人是要做很多 你要多一點點 最後它就有一個容許的誤差範圍 你就不要超過那個誤差範圍 基本上它就容許你去委託其他的廠商 去生產這些顏色 然後去印去那些Barbie的玩具盒這樣 就是很多時候原來就是 簡單到工業生產做包裝 你原來是需要帶起了這些顏色 顏料的行業的 但是由這裡 為什麼要講到這裡呢 就是說其實很多時候這些這樣的生產工序 還在大量依賴著人的硬性 那天我在做那份工作的時候 有個前輩跟我說 其實都有人去嘗試去研發一些機器 去用電腦來幫你看顏色的 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些在Lamb裡面 去負責看顏色的人 將來會不會被淘汰呢 它說是有可能的 如果有一天你發明了那部機器 然後那部機器看到的顏色 跟你冷看到的顏色是一模一樣的時候 於是那個電腦 就是那個機器就已經可以取代人手工作 就決定這些東西適合還是不對 OK 但是那時候就說 但是你不用怕的 還沒有Live 我們試過看電腦溝出 於是全部不對 全部要我們做過的 這樣就聽了這些趣聞日事 其實從這裡你就看到 原來就是說 你要怎樣去教識電腦 教識機器 跟人眼看到一樣的東西 原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原來正正就是背後 其實Schrodinger 他就有份希望去建立一個數學模型 去搞清楚這個問題 其實故事由來就是這樣 那我們在物理學上面 我們怎麼去理解什麼顏色? 其實在物理學上面 我純粹就用光譜 光波的長短來理解這個顏色 譬如在可見光的光譜 它的波長是介乎於這個 大約是400納米到700納米 很粗略來的 400納米到700納米之間 如果去到700納米 是一個長一點的波長 對應著紅色 如果是400納米 那個比較短一點的波長 對應著紫色 那中間就是一個彩虹的pattern 隨著波長越來越短 就由700納米一路就變到400納米 就由紅橙黃露藍電子 這樣就變下去 物理學上面就很簡單了 你那個的波長決定了那個顏色 OK? 然後我們那個人眼 在那個視網幕裏面那些叫做 Clone cell 一些追體的細胞 它們就會對於其中的幾個波長是特別敏感 但是是不是就完完全全對應了是藍、綠、紅呢? 又不是的 就是我們 如果你說 你問我 最好怎麼設計我們的眼 就是在這個 從400納米到700納米這個這麼短的範圍之內 就最好我們眼睛那三種這樣的視神經細胞 如果只有三種的話 就是很均勻地分布在這個400至700這個範圍裡面 那就最好了 但是實際又不是的 我們有一種的視神經那種的追體細胞神經 是特別對於藍色敏感一點 其它那兩種是比較靠近 是紅色和紅 和紅色隔離一點點又偏綠色的那個位置 就不是很雲存 就是有一種專門看藍色 一種專門看綠色 一種專門看紅色的 而是不是很雲存分布的 但是我們那些什麼呢? 譬如我們數碼相機 上面那個CCD 就是我們數碼相機都是用這些 就是用這些嘗試去看三圓色 是不是? 就是我們如果想複製彩色畫面 我們就用藍、綠、紅的三種顏色 所以電視台很喜歡用三種顏色 但是如果我們數碼相給他拍攝 我們就真的有專門看藍色的CCD 專門看綠色的CCD 專門看紅色的CCD 機器看東西他主要集中看那個波段 都是看可見那個波段 但是看那個對應那個波長 是跟我們人眼的追體視神經細胞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為這一點點不同的靈智 我們最後就是人眼看的機器看東西 會對於不同顏色的反應有一點不同 人你會知道會有些偏心的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另外就是說 甚至乎你可以想就是會不會是腦部分析的信號 對於不同的神經信號的反應都有偏心 可能紅色對我來說會搶眼很多 對於其他顏色對我來說沒有那麼搶眼 會不會在平衡時空有第二種人類 他的眼的視神經細胞 原來是對綠色才特別敏感 應該這麼說 人眼都是對綠色是比較搶眼的 但是這個可以用我們的進化去解釋的嘛 就是我們的由來應該跟樹有關 就是人眼是對綠色的反應比較大 但是紅色對我來說很容易就激發到我們的反應 但是相反就是藍色相反你要去到比較強 我們才覺得那隻是比較強的藍色 會這樣 那這一種 就是由於這些神經反應的差異 就導致到就是說 我們用發明一個機器來看顏色 跟我們人眼看顏色 是會有分別的 那麼我們怎樣可以將這兩樣東西好好地去統合在一起呢 那麼我們就要好好了解一下 人的眼睛去看東西的時候 究竟它對於不同顏色的變化 它的感受有多少 我們想將它記錄下來 甚至記錄下來之後就建立一個數學模型 建立到數學模型我就會教電腦怎麼做 我跟著那個電腦就可以取代我的眼睛 來去幫我判變這隻顏色是什麼顏色 其實背後的邏輯就是這樣 那麼現在這宗科學新聞 你看看講了這麼久才鋪電 講到這裡就是 我們現在發覺背後的數學模型出了錯 最先有份想這個數學模型就是Shoring 然後甚至引入到一些在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 才會用到的黎曼幾何來去理解 你去建立這套數學理論 用一個很簡單的解釋就是說 如果我將 譬如 我在一個幾何空間裡面畫一條軸 這條軸裡面顯示到由紅色至藍色的變化 然後你可以想像我想將一個紅色慢慢變成藍色 我可能中間將紅藍的比例不停地去變 一邊就100%紅色 一邊就100%藍色 然後中間就一路去給變化下去 但是你可能發覺開頭的10%變化我們不是很覺 或者是這10%和旁邊的10% 我一個會覺得不是泰國 另外一個會覺得很覺 我們就想知道人眼究竟可以 就是怎麽為之覺得很覺的變化去記錄下來 我們會發覺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 人眼的確是很不均勻的 你可能看由紅色開始轉變的10%變化 和中段轉變的10%變化 你的人眼的主觀判斷是會有不同的 你會覺得爲什麽這個變化這麼多 這個會沒什麽變化 但其實可能大家都變了10%的比例 其實會是這樣的 如果有喜歡畫畫和溝色的朋友 這裡都可以去評論一下 這件事有幾真有幾假 其實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知道那個空間原來整個由紅至藍 或者紅至黃 紅至綠 到幾個顏色之間變來變去 都是出現很多很不均勻的情況 我們將它擺在一個空間幾何 坐標來表示出現了現在台掌 後面出現了那個圖 扭曲到烏尼馬刹 出來一塊東西就走進一個扭曲的空間 扭曲的空間就是為什麽 他們要用到黎曼幾何去描述 而最後我們發覺就是 就是說需要用到這個黎曼幾何 這套扭曲的空間的數學語言 來去表達的這個數學模型 來去企圖幫我們去解釋我們人 怎樣看到色彩變化感受的 這套數學模型是不準的 現在就發覺很有趣了 當然了 未來就是我們要怎樣了解呢 就是說這個數學模型還有改進的空間 但是實際上這套數學模型是怎樣呢 說實際上黎曼幾何這些東西 我自己都不敢亂說 但是在這裏就看到就是說 原來我們去了解色彩的變化 怎樣有數學的好有系統的去了解 我們人眼怎樣的色彩變化呢 是原來竟然可以牽涉到一些 是廣義相對論使用到的數學在背後 那這一節完之前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什麼叫做黎曼幾何呢 簡單的說吧 它是一個不需要假設空間完全平直的一個幾何 就是如果在一個空間上面彎了的時候 就是我怎樣去重新定義那些東西是不是互相垂直啊 是不是互相平衡啊 那你就需要用到黎曼幾何 或者想這樣說吧 在一張紙上面你很容易理解什麼叫平衡線 但是如果在一個地球儀上面你怎樣才會平衡呢 因為那個空間曲了 我們會不會需要重新引入一個新的定義 來幫我去告訴你兩條線怎樣才會不會相交呢 就是在一個平面的紙上面你畫兩條線 然後你可以畫一條和它們互相垂直的線 那條垂直線是和這兩條平衡線全部都成直角的 但是這個定義去到曲的空間又不對 去到曲的空間我們怎樣去重新去定義 那什麼為止平衡線永不相交的線呢 那你就要用到一套新的幾何在背後 就要考慮到那個空間曲率 去重新定義那些東西 那那套東西就是黎曼幾何來的了 所以要用到就是 我們都不要再想去說 因為其實 我就遲到期短了 我再說下去就說 是啊 是啊 理解到這個顏色理論就已經很足夠了 事實上這位Schwartinger 我想都是一位相當高深的人 每一個理論上這麼簡單的問題 它搞到這麼複雜 是啊 這樣說的 所以剛剛這個星期多 對這個科學新聞那個的報導就說 我們終於發現到一個 就是發現到這個由一百年前Schwartinger定下來的 這個理論出現問題 但是怎麽算是對呢 這個就是色目以待了 又是要 是啊 其實 會說是對還是錯的 你發掘了一個問題 你可能給錯一個答案 但是這個已經很重要了 有很多人就做了一輩子科學都 就是做很多研究 其實都找不到一些真正正的可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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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講你 我打算講你 馬上心疲惡 我們下一節回來吧 我打算講你 馬上心疲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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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